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oki姐姐啦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想跟大家带来一个 很久都很久都没有跟大家介绍过的这样的一个小的玩具了 它是我们之前呢就跟大家介绍过的一个Hatchmo 然后里面呢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小的玩偶 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呢去进行一个收集 里面呢每一套都会送给大家一个额外的这个小的Hatchmo 比如说我们这次呢是得到的是一个紫色的 那里面呢会有四个惊喜蛋 每一个惊喜蛋呢你就可以把它像附小鸡宝宝一样 去把它附出它这个小鸡的这个或者是Hatchmo的小动物宝宝 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的 然后是适合于我们四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里面那个内容 首先呢我们先跟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紫色的小宝宝好了 它看起来很萌 嗯它的眼睛呢是一个闭上的眼睛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这一边 感觉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也是非常粗的一个小尾巴 嗯一眼看过去就能够知道它肯定是一个袋鼠宝宝啦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袋鼠宝宝在哪里呢 嗯 还没有找到呢 不知道眼尖的小朋友能不能先找到我们的袋鼠宝宝是哪一个呢 它有眯着的一个小眼睛 微微张开了小嘴巴 哦对了就是它 Cangaroos 那它是来自于我们美丽的澳大利亚 是有一个非常强壮的一个尾巴 帮助它能够跳来跳去 嗯超级可爱的一个小宝宝 那我们还可以再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有各种各样的一个hatchmo的一个惊喜蛋 它这上面呢还有不同的颜色 我们还可以给它也是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这边是它的一个小蛋 上面呢是有一颗小的爱心 我们呢也可以把它进行一个揉搓 然后再看一下它这边呢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哦轻轻搓过了之后 可以看到它里面呢都是会变成其他的一个这个颜色 它的紫色会慢慢的变淡 哦我们这里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的企鹅宝宝呢 哦粉色的一个小翅膀 特别讨喜的一个脸框 嗯感觉它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 嗯南极还是北极呢 如果知道了小朋友的话呢 都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的答案 感觉它应该是这个呢 它的名字叫做Canguralla Panguralla对对对Panguralla 嗯还是非常的可爱 有一点点像我们的小猫头鹰 那它到底是只猫头鹰 还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企鹅呢 哦它像这边的嘞 它叫Snowflake 叫我们的雪花 哦它是非常非常的稀有的呢 酷太棒了 我们还可以再来看一下这边 我们可以把它慢慢的进行一个揉搓 我们这边呢 是有一些些的这个普通的颜色 然后它的颜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在它的翅膀上呢 是一个银色 这边呢 这边呢也有它的一个 特别特别可爱的一个笑脸 然后我们这个小的小可爱呢 也是经常会出来 现在轮到了我们第四个啦 我们第四个也要慢慢的把它拆出来呢 现在就是它啦 上面有一些些的黄色的小的花纹 把它进行稍微的一个揉搓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它就能够跑出来咯 孵出我们可爱的Hedgemo宝宝 哇 可以看到我们每次给它进行揉搓的话 它的壳就会变得非常的脆 这边呢 这边呢 又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颜色 我们可以把它 慢慢的让它跑出来 或者是掉出来 看起来也超级超级可爱 啊 超级可爱的一只小海马 或者是小河马 然后它的名字是叫做Ruby 小海马的话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 长的样子呢 有点像我们的小狗宝宝 嗯 我觉得如果有小狗宝宝的话呢 也会非常非常的可爱 然后也是会非常的讨人喜欢 现在终于轮到了我们第四个了 也是我们最后的一个Hedgemo 哦 感觉拆的这些很快呀 基本上都已经差不多 全部都要拆完了 基本上呢 每次拆我们的Hedgemo的 这个小的惊喜蛋 都是要把它进行鲜的一个揉搓 让它的颜色慢慢变淡 这样的话呢 它的壳就会慢慢的变软 我们就可以把它呢 用手轻轻的给它拆开来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的 融融的感觉 和其他之前的三款Hedgemo 都完全不一样的手感 哦 难道这是一个 特别可爱的小狗吗 嗯 它到底是谁呢 它有蓝色和黄色 相间的一个脸庞 然后它还有一个蓝色的小翅膀 蓝色带有亮片的翅膀 嗯 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 它看起来也像一个小狗 嗯 看起来还不知道 它到底是哪一款呢 感觉每一款都非常非常的相似 嗯 嗯 我感觉我都找不到 它到底是哪一个呢 我真的是需要小朋友的帮助了 希望小朋友能够在视频的下方 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 那我们这只可爱的小动物 它到底是什么 属于什么种类呢 哦 它就是在我们旁边介绍的里面 但是它在这里面呢 是没有被画出来 感觉小狗并不存在 只有小羊 小鸡 小牛 小兔子 好吧 那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我们这个五个非常非常可爱的Hatchmo的小宝宝呢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呢 是可以直接在视频的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的话呢 我们每天每周最新推出的视频 你就能够直接收换到 我们下期再见